我过来修个那个walk-in餐馆餐馆的那个walk-in walk-in freezer 他说现在30多度 他说从昨天就感觉到不得劲了 然后呢我让他上去 我再看一下那个外机是不是没有转 那个风机没有转 然后他说风机没有那个外机没有风出来 所以呢 有可能是那个风机坏了 或者是风机的capacitor坏了 这个风机的capacitor一般这种很少坏 偶尔也会见到有坏的 但大部分的话都是那个风机坏了 我曾经换过就是capacitor坏了 可不可以再换上一段时间 然后那个风机开始坏 所以呢一般的话这种也是风机那个不转了的话 最好给它换掉 整个都给它换掉 然后呢我们先上去看一下 先上去看一下 ok 在那个在房顶上 他这里在房顶上 你看他那个震动特别厉害 你看震动在这儿 你看看到没有 马上停了它关掉了 然后这边就停了 ok 然后呢它现在关上了 关上之后呢 关上之后 然后我插上电子之后还是不转 你这是什么现象吗 看 跳掉了 因为这两天特别热 看到没有 这个是高压保护开关 它把它跳了 跳起来了 一个是就是里面的系统高压这么样 压力太高了 它被跳起来了 跳起来了 然后呢你把这边洗一下 把这边洗一下 把这边洗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 这种在大太阳下面晒着 不过它这有盖子 我刚把盖子取掉 然后呢 这种的话天热的时候 它就会跳掉 ok 然后你把它按一下就行了 你看我如果按一下之后 这个这个 这个外面就会转 ok 看我来我来按一下 我来按一下 看啊 看 看 它跳起来了 也就是这个 弗力啊 一个是 要不就冲多了 要不就特别伤 然后呢 像这种的话 我就给它洗一下 洗一下 应该因为 应该 应该就解决 就解决 看到没有 这跳起来了 这个是高压保护开关啊 它跳砸 对啊对啊 高压保护开关 然后把它打开了 也就是高压这边太高了 然后呢 你洗一下 洗一下 然后有没有水可以拉上来 有 有水 拉上来 我给你冲一下 冲一下会好一些 你看 你看 冲一下冲一下 会好一些 夏天天热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应该 这个的话 而且它高压跳起来之后 你必须manually reset 必须人工的 人为的把它按下去 因为它不会自动的合上 一旦打开之后 它不会自动合上 因为我今天上午刚刚有一个人的风机过了 然后呢 就发生这种情况 它有个高压保护开关了 然后呢 但是也有可能是这种 风机 也有可能是风机 然后呢 我来打开这个 我来 我来测一下 我来测一下 那个 那个 是不是也是可怕 然后有问题 我现在把它拔掉 因为如果是 如果是风机不转的话 如果是风机不转的话 也会引起来它拖着 OK 不要和刚才那空调一样 因为刚才 我刚刚修了一个空调 就是 就是那个 塔的高压保护开关 测起来了 我现在测一下 测一下 这个是不是 有问题 这个风机应该没问题 看 它 它 就是 你要是风机有问题的话 它会卡住 你看 这个 转得非常 非常 也好 没有 没任何问题 应该是这个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我来测一下 看这个 这个只有2了 只有2了 这弱了 弱了 OK 看 2.0 2.059个 MACOFRE 弱了 弱了 OK 然后呢 给它换一个 像这种 不是4 就是5 有的还是3 这个 这个的话是5 就是5 这种一般都是4 一般都是4 我来看一下 所以带一点点没关系 好 应该是4 看到没有 应该是4 4个MACOFRE 应该是4个MACOFRE 4个MACOFRE 370 370伏 4个MACOFRE 你看 应该是4 这是当时 肯定是给它换大的 你看 手有点胖了 有点胖了 OK 给它发胖了 来换一个换一个 一天遇到两个 一天遇到两个 一个在WACOFRE 一个在空调上 空调上 那个是完全会坏掉的 这个弱了 弱了 弱了 对对对 我给你 我给你去拿一个 拿一个 这是什么 这帮我换进去 我换不进去 哪一个 那个被我拉一下 拿断的 空调上的 这个是鱼蜜的 它鱼蜜 哈哈 是吧 OK OK 哇 OK 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对对对 二十里 好好的 不管什么牌子的 你车里面 一定要有4个MACOFRE 和3个MACOFRE 因为这种小的风机 它经常是3个 或者4个的 对 这个就是4的 看 4个MACOFRE 三百七和四百四伏 四十伏的点 对 所以呢 你一定 一定要有这种 对 你要修 WALKIN COOLER WALKIN FRE 这个的话 一定 一定要有 车里面 一定要有 那种都是空调上用的 对 那个五 四个MACOFRE MINERS PLUS 5% OK 给它上 这种老的话 我说我给它洗一下 用水冲一行 他说用点洗液 用点洗液 然后呢 我来倒一下 加点这种洗液 这个洗液的话 是高浓度的 你根据你的脏的程度 可以1比4 1比6 1比8 不是太脏的话 1比8 手一点脏的话 1比6 很脏的话 1比4 1比4 稀释 OK 我现在倒一下 倒一下之后 然后上去洗液一下 这个就足够了 这个足够了 稍微喷一下 因为它这种老了 老了 所以你给它用药水洗的话 一定要给它冲干净 不然的话 它会30片给你 你看这种现在厂家啊 厂家弄出来的 它有的直接就在上面标 它就是洗外机 外机上 它不是用那个什么东西 用这些化学药品 它不让你用这些化学药品 哇 今天特别热 今天都烤人 你知道吗 就是你刚从车里面出来 就是你感觉你那个脸 你那个脸 都被烤的 都被那个露面烤的不行 现在要上去 所以呢 你知道上面有多热吗 一定要戴个帽子 看我戴着帽子呢 阴影 OK 先撕一下 先撕一下 先把它撕一下 用水 你看 你看到没有 我手一冲 看到没有 这个水 你看多长 我稍微湿了一下 所以你先把它撕一下 你看 看出面了这个水 哈哈 这不稍微湿了一下 哇 这脏吗 你看着是干净的 看着是干净的 然后你看 我手看了 看看看 看那个水 Look 哇 Look 哇 你看 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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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 哇 这里关不上了 你看 哇 你看你看 你看 看这个黑水 Look 你们 多脏吗 多脏 OK 因为这几天天热吗 这几天天热 OK 你撕一下 等会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也给它洗一下 看着是挺干净的 看着挺干净的 看着挺干净的 看着是这上面的表面的灰它影响它散热 OK 咦 不管了 OK 现在把那个压力 把那个泡沫打上之后 我已经打上去了 然后呢 再洗一下 这个是碱 这个是强碱 所以呢 最好戴个口罩 你用 戴个口罩 戴个眼睛 因为 因为我有眼睛 但是这种眼睛的话 一般的眼睛不行 必须 戴个那种 它叫嘎狗嘛 叫什么东西 就是把眼睛完全护住的 把眼睛完全护住的 看 你看 下面开始流了 再洗一下 刚才那个空调 你看 我把那个 我先把那个视频先先看上去 刚才那个空调 它不是不是太脏 不是太脏 主要是它完全坏掉了 这个的话是弱 OK 那个空调 我们给它洗 那个的话 我到时候给它发个短信 我说你你自己洗一下 把那个外机 那个外机自己洗一下 OK 你这种用洗液的话 一定的一定要给它冲干净 OK 而且要停下机器 你要用洗液的话 把机器停下来 不然的话 这个过去之后 弄到这个风机上 因为这个它 它可以把这个 这个铜线的表面的 那个insulation 它可以给你给你拱掉 拱掉的话 那些风机就坏了 就去转路了 OK 你看 就这样可以了 我不让它作用时间太长了 然后呢 我现在 我先从那边往这冲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万一碰到风机上的话 然后呢 也是 也是清水碰到上面 OK 因为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 我 我给它拧不开 我就是我给它打不开 所以呢 我就只有 提着这整个 提着整个这些 然后 我到那边 我到那边去 先从那边push过来 OK 嗯 那个的话 我可以push过来 这个的话 我以为它打开 但是呢 我等会朝下刺 朝下刺 然后也可以 OK 我现在给它洗一下 现在洗好了 我就直接 直接这样斜着冲下去 斜着冲下去 把那些 洗液都冲掉之后 然后再这样 直接往里冲 你看 人家洗下来在这喝水 然后呢 你看 非常 非常干净 就跟新的一样 C 跟新的一样 你看 斜了就喝水 哇 你看 洗了都喝水 所以呢 你不要认为放在上面 就比下面干净 上面 你要连着几年不洗的话 也是很脏 也是很脏 你看这干净 没有什么东西沾上面 有灰呢 灰的话 你肉眼看不出来 只有一洗的肉眼才知道 OK 你看 你看我再冲的话 下来都是清水的 你看 看 看这侧面出来的 都是清水的 看 一定要给它冲干净 一定 因为那些 那是化学药品 这是化学药品 你看 看 哇 看 你看 那关键是对机器比较好 OK 给它放回去 OK 这边我先把盖子给它放回去 OK 我们来看一下 One two three 别转了 OK 看 没得了 这是弱了 它就是偶尔能起来 偶尔起不来 偶尔起来偶尔起不来 你看长胖了 看到没有 这种东西 一长胖了之后 你赶快给它换掉 我给它 我给它拿下去 挂大风 砸到人头上 就有问题了 这是不知道 提灯来哪儿来的 诶 好了 这一好了 一天遇到两个 高压开关 打开的 OK 这个是我 可以扶一下 高压开关打开 有的朋友的话 你假如 天热的时候 室外机突然不转了 你上来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上面 是不是跳掉了 跳掉的话 自己把它弄回去洗一下 应该就正常了 OK 你可以省好多钱 你要美国人出来一趟的话 他们这一趟 出来 至少 至少要200块钱 OK 关注我的频道 学习空调 冰箱 维护知识 维护维修知识 OK 可以自己省好多钱 在美国人工费最贵 像这种帕子都特别便宜 像这种配件都特便宜 但是呢 人工费特别贵 是配件的好几倍 或者好几十倍 你看 我给他 我给他要了120块钱 加上那个可白纸 加上洗一下 洗一下 因为很便宜 我给他要的很便宜 因为认识 这个朋友认识 他 我不是也申请 也做那个 Potain 那个 申请奥巴默克尔嘛 然后他 他从我这申请了好多年了 所以像这小活的话 我就给他意思一下 给他意思一下 收拾他120块钱 哈哈 收拾他120块钱 OK 然后你要其他人的话 一般你要是夏天特别忙的时候 其他人我都不给他修 我基本都是 从我这买房子 或者是买过保险的人 然后呢 我 我给他修 因为光这光从我这买房子 买保险的人 我都修都没时间 其他人都不给修 然后没有从我这买过房子 买过保险的 我都不给修 即使给修的话 也不是这个价格 我上去 上去这种 这种至少至少要250 OK 在别的城市的话 你要是在加州呀 纽约呀 那他没就是看 像这种的话 商业的一弄四五百块钱 一弄四五百 OK 然后你 这种都是辛苦钱 OK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你想想 你不是坐在办公室 催着空调那种 然后你看我那个 所以呢 这种服务行业 这种服务行业 它都按小时差值 一个小时 它们都90多块钱 120多块钱 像其他公司的话 做空调的 它们都是一个小时 120块钱 它要开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只要一超过45分钟 它就按一个小时算 就是假如是过去45分钟 来45分钟 它们就会收那个 光路上 它就会收240块钱 OK 然后它在那儿 在干活 干 只要是超过45分钟 它都按120块钱算 按一个小时算 所以呢 非常贵 非常贵 这就是干辛苦活 这个空调的话 做空调 是又苦又累 OK 这我干上几年 我就不干了 准备交别人 OK 交别人 就是收别人的费 然后交给别人 让年轻人去做去 然后你知道这种都是特别辛苦 你看 这样在艾特克上 在那个阁楼上 特别热 120度以上 就是夏天都天热 给别人安装 一般的话 你安装费啊 都是那个 都是那个空调设备的两倍或者三倍 有 OK 就是它的那个那个人工费 非常贵 非常贵 上面你看 这都烤人 你知道吗 非常贵 然后呢 你看这那个 我不是喜欢买那个买美国车吗 我买的那个克莱斯勒 然后就是叫克莱斯勒嘛 然后呢 他那个三年之内 他说棒铺涂棒铺什么都包 结果呢 我那个那个方向灯坏了 然后我让他们去过去过换一下 换一下 这换了之后是他收我190块钱 我说哇 我说怎么 那不是不收钱吗 棒铺涂棒吧 他说这种灯泡的话 所以一号品 然后不包括这 我说早知道我换了 然后呢 我查了一下那个灯泡 那个灯泡7块钱 7块钱 然后呢 他们换下来之后 他们收我190 你想一想 然后呢 他们就是干小时 因为他们这每一个行业上 他们有每一个行业的那个定价 这就是工会嘛 有工会 所以呢 你少于那个的话 他们都不干的 因为他们去给你换的话 不是在那个 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给你换 他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的 就是叫high risk的这种 就是高风险的这种 然后呢 他们都是收费都会很高 那有些人会说 哎呀你虽然是高风险 但是你过来之后 然后呢 你你没有出什么事 然后呢 所以他想给你低 你看像我的话 过去的话 一个小活的话 电上的小活 我一般就是收购80块钱 80块钱 哎 他们就说 哎呀你出来一下子 就收购80块钱 哎 你看我开车过来 我开车过来 然后油费 然后开车过来 然后我开车过程中 然后尤其是在路易斯坦呢 他那个出车祸的效率非常高 非常高 然后呢 这种出车祸的几率 你也要包括 你也包括 我上次出了车祸 然后检察说是我的责任 其实是他没有打方向灯 不是不是 他晚上了 他没有打他的大灯 我没看见他 然后呢 我就左拐了 然后你说我没让他 然后把我的车给我报废了 又报他的车 保险公司 既报他的车 又报我的车 整个加起来 那那次事故下来 将近10万块钱 那保险公司呢 就我三辆车 然后他我六个月 是9800多块钱 9800多块钱 就是我的保险费 所以呢 一样把我保险费涨上来了 所以呢 这种保险费 这种都要加在里面的 OK 所以呢 你不要想着 哦 我过来一下之后 就给你80 就要80块钱 他们美国人 一出来之后 150 200 我说呢 这种人他complain 我要的多的 我下次我就不接他 在这活了 所以大家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OK sorry 就唠叨了一下 其他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今天星期六 今天星期六 15号 6月15号 你看 现在去下一个 下一个 OK 我们下一个 正式的 职位置